大家好我是劉鵬吧 如果你覺得打Gain的時候 一定要用一個專用的電競耳機 而且聽音樂的時候呢 你又需要一個音質也不錯的耳機 這兩個使用的模式有沒有可能混在一起搭成一個產品呢 今天我們介紹的產品 你看就知道了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產品就是 就是氣體龍頭Kingston旗下電競品牌HyperX最新的耳機產品 ChromeX 那這產品比較特別的一點 第一個它就是融合了HyperX 它該有的所謂的電競元素之外 最重要一點呢 它提供了藍牙技術以及Hybrid的音效技術 所以整體而言呢 它讓你就是定位在 你可以打Gain 你可以同時把它當作你的藍牙耳機 所以呢這一部分它的表現如何呢 就讓我們這邊開下去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 ChromeX的外盒設計 那ChromeX的外盒設計呢 簡單來說就把一些該有的技術全部都列出來了 不管是Hi-Res的技術 再到藍牙的技術 就可以知道這個耳機的特點 那再來的話 我覺得這幾年HyperX 就是說在它的外盒包裝設計 是越來越有質感了 我們看一下有相關的一些紫卡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到主機耳機的部分 只要拿起來你就知道 觸感真的不錯 防滑防刮的感覺 再來右邊的部分 我們看到就是大小聲 再來電源 開關 再來USB的充電 那左邊呢 上面的部分 就是音樂的切換 那下面還有一個線控 代表沒有電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用 整體來說 是覺得摸起來的質感真的是不錯 然後再來我蠻喜歡它的鋁質的所謂的骨架設定 不管是說噴沙的那種類似噴沙的感覺 又有點鋁質的那種感覺 整體質感確實是把它做了起來 那這支音效呢 比較特別一點啊 就是內建有耳機 實際上在藍牙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使用 再來音樂的所謂的播放的所謂的音效的感覺呢 它最大的重點就是在於 它有雙音槍設定 讓你在高音中音的部分 能夠做到分離音效更好 再來剛剛我拿起來的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耳掛的部分 做的比較細膩化 讓一般的女孩子戴上去也不會突兀 戴出去也蠻方便的 再來就是耳麥的部分 電競耳麥可以自己再加上去啦 最重要的後面 它還附著一個小盒子 打開盒子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線控啦 另外還有一個防塵袋 整體感覺 該給你的都給你啦 以電競耳機來看 Cromis它在所謂的高音跟中音的部分 確實是因為雙音槍單體的一個設計 真的是不錯 包圍度也很夠 那重於中音的部分 我是覺得扎實度夠 但是強勁度不是太過於強勁 可是一般來說也夠了啦 那藍牙的部分 基本上不太知道它是不是支援到5.0 但是反應速度頗快 連接的速度也很快 那音樂的部分 整體的協調性也夠 對於你孩子最重要的就是 你把電競耳機帶到街上 有沒有有點突兀感 但是在Cromis 完全是看不太出來啦 整體來說質感的外觀設定真的不錯 所以我音效的整體表現也相當的恰如其分 對 又到結尾了 那HyperX的Cromis它值不值得買 就外觀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 它已經把它的所謂的整體設計啊 都做了一個提升 質感來講真的不錯 尤其是窄的所謂的耳掛 它對於女孩子來講 相當相當配戴的話 不會太為突兀 再來是質感來講 不管是說防刮啊 或是在所謂的全鋁的有點類似噴砂的設定 整體來講真的是不錯 再來就是按鍵的觸感這一塊 蠻直覺的 Siri喊它出來的時候呢 也真的蠻不錯的 所以整體來說呢 在使用的感覺 我是覺得還蠻棒的 那如果說以音質來講 如果以電競來說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它的所謂的 就是環繞的效果 它還可以類7.1的那種感覺 再來就是它的高音跟中一 我是覺得可能就是已經用到 它所謂的雙音腔這一方面的單體的設定 讓你的高音跟中音在一個所謂的 共生的一個空間裡面出來 所以它的中高音我是覺得 水準之上 那低音的部分很扎實 但是呢 並不會給你太多你想要的一種 Surprise的感覺 但是如果打Gain是絕對夠 當然最重要的是 聽音樂有藍牙 確實是很方便 給你20小時的使用模式 如果你覺得重音不足 你可以直接擦上有線 它可以提升你的重音的效果 這個是絕對是OK的 所以呢 如果你問我說它是不是真的買 我今天來講 今天你認為一個電競耳機要賣多少錢 好的 有品牌的 覺得不錯 一定說三四千以上 那如果說你覺得又要聽一些 你可能不會太講求說 它的聽出來的 就一般的音樂的耳機來說的話 你不管說S牌啊這一些 要藍牙 附身藍牙 然後無所謂的抗噪 它也要賣一個三四千塊 但是呢 HyperX它把這兩個東西加起來了 全部都給你 但它只賣你六六九零元 所以說它值得買 我是覺得 85分它絕對適合 對於遊戲的玩家來說 或是說一般想要帶到外面去做聆聽的使用的時候 它絕對是夠的 而且打手遊也不錯啦 所以呢 今天就是我們幫大家來做的一個 簡單的開箱囉 OK 那之後我們還要為大家開箱什麼樣的產品呢 那麻煩就是關注我們吃肉玩樂頻道啦 好今天的節目就這樣子啦 掰補掰補掰補 謝謝